好, 來到第二節了 我們第一節的尾也曾經說過 究竟有沒有馬在這場裡 可以狼括三貫大賽的三關或兩關 如果看上去最有潛力的可能是魔法環影 始終你之前在國際賽二千, 跑得好 這隻馬1600本也很有根據 對, 也覺得是 始終魔法環影今季的進幅挺驚人 他先贏了國際二級賽的國泰空馬會盃 那場已經見到很厲害了 上一次在香港盃, 只是輸給飛雪仙蹤 其實跑得好 對, 輸給飛雪仙蹤 不能說別人的那隻馬 所以我覺得單位的上半季來說 全香港, 尤其是最高分的這堆馬 進步得最多的會是這隻馬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這隻馬在香港, 還沒跑過1600位 即是他跑過9次, 都剛剛避開了這個路程 但其實他來香港前, 歐洲跑過5次 都有4次1600, 1次1700 全部都是這些路程的馬 德國, 他全贏了 他去法國跑, 法國的一級賽 裝法德錦標, 他跑到3次 其實表現已經不錯了 接著在這幾顆莫華大賽 他遇到金剛威, 雖然輸得比較遠 但也證明了1600, 他一定會跑 所以我覺得, 單是以威力來說 他根本不會比你那些千6專家 我就這樣覺得 對, 因為其實阿寶佛環影 由始至終都是一隻很好的馬 買回來原本打算跑去打鼻 但之前脾氣臭 於是要淹了它 淹了之後, 完全變成第二隻馬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主力點 所以其實2000又得 1600, 萬步速的情況下 他跑一段距離的後徑 都會很適合他發揮 所以我相信他是挑戰這三罐馬王的 重要一份子 因為你看, 千6沒問題 2000更加完全證明了 它是吸制賽的能力 是2400, 將來會是整個迷 但你始終是千6、2000, 贏了才算 2400, 行不行就是後話 這場魔法環影, Karen 在早上問到什麼呢? 問…有問過白德文 因為這次買去, 都放了很多心機去操 好, 我們先聽聽訪問 達成員, 以他倫,他來自從香港的 世上的表現 他走得很快 他很快 他看不太好 他的全力 他的思路 他致電 他真的開始開始 牽涉去了 他很肯定 他很肯定 就是這一點 有一點的 所以 剛好 去回到日期間 我感到很肯定 他很強的 他不太能力 他不太能力 we finished all together but his trail was very very good down the straight and was never let off the bridle Do you think that gelding's been a big factor in his progress? without a doubt if he was still at Colt I don't think he would have gotten to the level he's got now and from a future point of view I think it's going to really make the horse He's really turned a corner it's a quality horse He's sort of back to the mile this weekend 前往他沒有太多姿勢 在那種距離的距離 你怎麼看過他比賽 我認為 在國際上新鮮 他仍然存在很高興 所以我並不認為 他會做得很好的地步 他們可能在速度比賽 但他會回家 白德文訪問 除了魔法環境之外 有機會衝擊到三貫 是時候好,1600勝過 2000勝過,2500勝過 2400勝過 如果順計這個路程性能 應該是 不過馬轉到方家拍馬房後 都似乎很專心去跑一里 我也覺得他跑一里 威力強大很多 到底會否再跑二千、二千四 這就是後話 如你所說,贏第一關 贏完這關才算 畢竟跟步步穩戶有勝負 當然有得抗壓 我覺得始終 他在我心目中 和方家拍手目中 都應該是 有一條刺 就是他始終內出血過 變成千六 他失去了貴初那種新鮮感去跑 前段不夠快 單靠一段追就比較吃虧 其實如果你看看他國際賽 那場氣管有血 也不是跑得差 他氣管有血 他也是香港第二隻回來 對… 而且你看看他復課後 十天左右 操練,有拍跳 你完全沒有去看 但拍跳起碼還有兩腳 雖然拍的只是十足十 但你看看他千六 實在太準確 如果他那段 經常爆22秒多 跑分33、34 其實他的水準是很高的 根本就是 其實如果你說替造美麗 在香港那麼準確 如果跑千六 其實自由好一樣 是那麼準確 對… 其實他在香港 跑十次千六 他有七次上名 很厲害 而且你想想 當時他不是想著跑 不是主力跑千六 才會不上名 對… 你主力跑千六 其實很難會失記 當中還有兩次 是跑國際的急賽 所以來跑本地的急賽 其實我對他挺有信心 除了自由好 那上屆盟主有儀至上是怎樣呢? 雖然今季真的好像… 是, 我也有問過蘇布羅 問問他究竟 馬今季和上屆同期的情況是怎樣 Paul, 為了合同獄獲得 在Stuart's Prize 在Stuart's Club的季節 這季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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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會成功 有很多空間 他已經維持了一段時間 失去他的動力 這並不值得他勝出 在第二、第三 但他可能已經結束了一點 但他很相似的地步 所以我們只希望他最優秀 蘇保羅的訪問也聽過了 但試試完, 如果你看看 有兒之上, 上屆真的是最高級 幾乎每一場都有比賽 這樣才贏得到董事盃 但今年沒有一場有比賽 最厲害的第四 是兩隻馬來的吧 所以便贏不了董事盃 如果你看看上一屆 他就是因為自由好, 追不到他 但轉直路彎頭段 是因為自由好要等你先走 我才追不到他 但今年如果兩隻馬放 始終都是… 我想自由好會更優秀 事實上也是 我的確我覺得 既然上次跑香港一里感到的時 自由好也有些內在問題 你還是追不到他 我也不相信短期內可以再翻先 還有最慘的是有些馬 他不是不能操練, 不是不能跑 只是在鎮上不行 是 那你就是最刺激的 對, 這就是…